這是一場溫馨的追思會 在北鎮國中服務了18年的 鄒存強老師走了 42歲的鄒老師 在北鎮擔任總務主任 他和肝癌對抗了半年 走完生命最後旅程 師生和親友 替鄒老師安排了最後一堂課 大家相擁而泣 追念這位提早臨走 人生畢業證書的朋友 他最喜歡透過捏陶課程 來啟發智能障礙的學生 而當生命走到盡頭 他最放心不下的 也還是這群學生 他就是一直都很想再回學校 那加上他第一次當導師 那跟班上感情又很好 所以他一直覺得說 小孩子在等他回來 所以他一定要趕快回來 爸 你們怎麼這麼急啊 我看到你的褲子我有點難過 你可不可以補一下 或者是滿一件新的 要阿山買啊 還沒問 你去那個阿仙組長那邊 看看有沒有還有其他 其實我教徒教了十八年 但是我沒有當過老師 所以今天在這邊 周春強每天早上七點鐘 他會和校長守護在校門 迎接每一位學生到校 校長站在正門 他就會守候在側門 現在只剩下校長一個人 孤孤單單守護在門後 你會看到孩子一來 他說強哥 你好 然後他說 你今天怎樣 就是那個語氣 幾乎就都不是 老師對學生的語氣 就是朋友然後這樣子 互相虧來虧去的語氣 對 所以我想 其實他對學生來講的話 他會很成功 你好 我好奇 你為什麼顧要這樣子嗎 因為今天那邊有孫 到時候就放下來了 是喔 有點像農夫啊 對 早晨的校園 阿強已經習慣 和學生們一起彎腰撿垃圾 掃落葉和除草 總主任就是這樣 一看到就一直撿一直撿 阿強長期擔任總務主任 除了固定的四節課 他堅持要教到每一個班級 認識每一位學生 其實他上生活科技 他其實主任只要四節課 可是他每一班 他說現在我一定要上到每一班 我說那你上課超出餐 那那沒有關係 他就不要臨時超出免費 那他就是要上課的時間 要去跟學生接近 在朋友和學生的眼裡 周老師對學生用心 沒有得失心 他對孩子付出愛心 耐心教導 絕不輕言放棄任何一個學生 他不要做一個為生活 而教書的職業老師 他喜歡當一位 為了教書而生活的老師 她會需要慢慢地表明 鍾成強教學風格很特別 他一直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 和玩拼的孩子挑戰轉筆 是他管理孩子的絕招 練多久了 你知道耶 你知道耶 從什麼時候開始玩的 就看周老師看著轉 我們就一起轉這樣 一起轉的 有比周老師強嗎 沒有 差多了 阿春太強了 你這手指圈太強 你怎麼會想到 說要開始玩轉比 因為太無聊了 他常常對學生說 上課如果要轉比 就要轉得比老師強 強課的一手棲事 在學校裡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現在同學的手上 轉出的一朵筆花 就是強哥在北鎮國中 掀起的轉比風潮 我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然後結果我跟他一筆 發現什麼都不會 覺得自己根本什麼都不是 然後之後就看他的招 就開始自己慢慢練 練來練練 然後之後就跟他 越來越差不多 然後就這樣 到畢業我已經跟他 比他高一點點了 在陳國華的眼裡 鄒存強從來不會擺出 老師的權威 但是每一位學生 都想要成為一手棲事的傳人 這種一隻手可以轉出 七種不同筆花的技巧 現在成了強哥留給學生 最特別的遺物 他是一個不一樣的老師 他是用對待朋友的方式 來對待學生 他不會說用老師的權威去壓你 他是跟你比賽 這首曲子叫做 英雄的遺物 是畢業的學生創作的曲目 在孩子的心裡 老師是英雄 周存強留下來的一世遺物 都留在學生的身上 活在學生的心裡 感覺他跟你是在同一個陣線 然後就是 感覺他瞭解你 不是只會跟你講一些冠冕堂皇的話 然後知道你在想什麼 然後又找到你想要真正去做的事情 北正的孩子很喜歡上課無聊史轉筆 老師會叫學生不要再轉了 但是周存強的處理方式 就是和孩子比賽 學生丟了自行車 強哥可以在二十分鐘之內 把車找回來 面對叛逆的學生 他選擇善待孩子 而不是和學生搞對立 我常常覺得 年輕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困惑 尤其是青少年的時候 他們生命還太生 還太新鮮 然後他們對生命 有很多很多種不明白的地方 為什麼一個人這麼突然的來 又這麼突然的走 那我們總要給牠一個交代